大家好,我是云飞 今天我将用这个时尚Auto来录制我的这个分享视频 就是我中奖的那个红米86吋的电视 它到了,一会儿马上就去装 然后,之前大家都说是这个什么黑幕啊什么的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原因其实是因为我参加了一个活动 就是红米12Turbo的那个活动 它那个活动是带有一个奖品的 就是它那个播放量多少嘛 就是10万播放量以上就有可能获得这个电视 1万到10万它是有可能获得一个手机 所以我很幸运就获得了这个电视 同样的,也有一位我的粉丝他也获得了那个电视 虽然大家说黑幕我都是笑笑的 但是这个讲真的不是黑幕啊是实力 嗯,实力好吧 今天也刚好是高考的第一天 然后祝大家金马提名 以后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那么我们现在去装吧 这个比我想象的还要大那么多 我家是老小区嘛 所以我和这个大哥是两个人一起帮上去的 真的有点累的 这86寸有点大的超乎想象了 所以这个阁楼是上不去了 啊,客厅媳妇嘛,又不乱装 只能装在这个卧室了 虹米的电视它是不包安装的 只有小米的那几款大师他是包安装的 所以这个安装费还挺贵的,要400块钱 然后装完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说实话真的挺大的 你看这个人在这边就这么小一点点 啊,这个感觉是你得自己去体验一下 第二天我阁楼的空调也到了 也给安装了 大家还记得上一期这个视频里面我讲到的那个一堆音箱吗 因为这个改的地方 所以就没有办法放在这个下面了 在上面也用不着 所以我只能把它给移上来了 就很可惜啊,感觉又百花钱了 可惜了这么好的音箱 然后没有办法 只能把它放在我这个小小工作台的这两边 就有点 大材小用了 但是这个效果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我来给大家试听一下 本来他不是,我是打算放在这儿的 这儿的这个位置是肯定够的 但是上不来 没办法 好,我们来试听一下 是真的多样 遇到了第一个问题 就是 连插boss很奇怪的是 他脸不上 刚才连上了就闪屏了一下 然后就凉了 但第二次把线重新拔了 然后插上就好了 我怀疑有可能是这个刚才线没插好啊 令我比较意外的是 这个连插boss 它这个面板的话就 比较的差劲 只支持4K 60帧 其他的这些 都不支持 返回选择视频模式 嗯,我来试一下 然后开启了之后是可以显示杜比世界的 然后在玩游戏的时候也可以用 这点是算是一个小小的意外惊喜吧 因为毕竟其他的HDR什么的 他都不支持 好,你去打他 你直接去打他 对啊 打我 哟 得心手吗你 哟,打死了 但是这个一安装 他就把后面的这个插座什么的都挡住了 所以这个插布是只能这样连了 他的接口是在后面的这个位置 稍微有点难插 哎呦 不干嘛 好消息是他支持HDMI 2.1 然后整个画面的显示效果其实是非常赞的 延迟方面我觉得也挺好的 因为他可以支持2.1 他的那个传输 所以这个画面也蛮不错的 实际我使用下来 我是觉得它还是挺大的 因为各种原因嘛 他没有装在我预想的那个阁楼上面 就挺可惜的 然后装在了卧室这边 刚好老婆可以打的游戏 我也可以打的游戏 虽然那个地方我感觉不太好打 然后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可能这个面板那么大嘛 然后它这个发热量有点大 然后整体这个面板就是有点热 整个面板都在发热 所以在那边过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这个发热的 这个应该是所有的电视 所有的这种大屏的电视 都会有的一个毛病 那是因为我放在这个卧室里面 所以这个感知会比较明显 我的运气还是挺好的 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